顾飞PK掉了一个苹果 恢复了法力 这才和西洋五共同上路 担负起了将比分从29比46逆转的重任 目前对手共计676人 这当中可没有一个水货 都是对酒当歌精挑戏选出的经营分子 二人面色凝重 脚步鬼祟 676人身为一个高手 基本的判断力是必须的 如果真有二人正面对抗首任676个同级高手 那么有几公司的策划人员 可以站到城头集体表演拔刀术 一直到全部归竅失败为止 顾飞和西洋五的心思此时一样 只是希望遇到些对酒当歌 老单的家伙 当然 以这二人的实力 老单的概念比较庞大 只要是十人以下 都可以称之为老单 由于地图广大 盲目的溜弯 巧遇 明显不是好办法 二人就近爬了个高地 四下张望了一圈 没有 接着又朝下一个高地爬去 如此一直朝着地图的中心走去 一路未见对酒当歌成员的踪迹 齐悦他们三个此时也安然无恙 一点没受到骚扰不说 四下也是看不到一个对酒当歌成员的鬼影 这是怎么回事 西洋五向顾飞嘟囔着 二人爬上了一路下来的第四座山头 难道他们人多还要躲我们人少吗 西洋五说 人多躲人少 顾飞咀嚼着这话 盈盈想到了什么 这时先一步登上了山头的西洋五 已经开始大叫了 快来看那边 顾飞来到山顶 朝西洋五指引方向一看 顿时也倒吸一口凉气 和这座山头相隔不远的 另一座小山 此时竟然密密麻麻全是人 那蠕动的人群 好似蛆虫一般堆满了山坡山头 咦 好恶心啊 西洋五明嘴皱眉 看的样子像是要吐了 这就是寒家公子的变态战术吗 想直接恶心死我们吗 顾飞也惊了一身冷汗 连忙给懦夫救星去了条消息 走得用点力 他们这是干什么呀 西洋五一边俯着胸口一边说 顾飞观望了下 看人群蠕动的趋势 似乎是朝山顶方向集中 看着规模恐怕全对酒当歌的人都集中于此了 这样集中力量居高临下 战身为王 以重生子经区区五人 怎么可能还从他们身上拿到积分 顾飞终于彻底明白 含着公子的战术意图 这战术实在是太瞧得起顾飞和西洋五二人了 六百七十六人队两人 他们居然采取了防守姿态 虽然让人觉得很没骨气 很无赖 但顾飞不得不承认 目前来看 此招无节 太可耻了 顾飞骂着 再次打开好友栏 选择了懦夫九星 一条 打死他的消息 已经写好 但最后准备发送的时候 犹豫了一下 还是放弃了 毕竟练疾不易啊 不能冲动 这个 现在怎么办 喜耀武也是顶尖高手 看几眼后 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以二敌六百七十六 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偷袭 但现在 对九当哥占据了一座四面平原的山头 视野三百六十度 无论顾飞 他们从哪个方向冲上 都尽收对方眼底 此外 对九当哥人数庞大 弓箭手群 和法师群 都以百人计 这么多人一起发动 远端攻势 顾飞 就是和喜耀武合体 生成更快的速度 也完全没机会进身 这十七分的差距 真的是很难追回来 顾飞和喜耀武 盘腿坐在山头 商量着计划 完全不介意暴露在 对面山头 数百双眼睛下 但对方 完全不为所动 就像没看到这二人一样 继续牢牢占据着 他们的弟弟 方案一 已经失败 看来对九当哥 是已经打定主意 就盘着那山头 做到比赛时间结束了 坚持 不肯主动出击 方案二 喜耀武冲下山头 来到对方 最远攻击距离 一步外的地方 大喊 是男人的 下来与老娘 决一死战 然后又高呼三声 谁敢杀我 结果山上 对九当哥的家伙们 骑呼 美女翻个跟头 唱支歌 喜耀武一怒之下 险些被他们 挑衅上了山 还好顾飞及时赶到 把他架了回去 兴兴地回到山头 喜耀武愤愤道 难道要老娘脱光了跳舞 他们才会主动吗 顾飞瞟了他一眼 淡淡地道 没用 那是视觉享受 他们动动眼珠子就够了 方案三 两人与六百七十六人的 两座山头 双方继续静坐示威 不知过了多久 只见一行三人 从东土而来 一前一后 两个格斗家妹妹 抱着当中一位 若不惊风的盗贼姑娘 三人不疾不虚 迈着碎步 坚定地在六百七十六人 山脚下绕了半圈 山中一片寂静 六百七十六名玩家 探头探脑 就是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半圈下来 那三个姑娘 突然朝山上 招了招手 山上的朋友们 你们好吗 山中好像突然 群摇险身 数百名玩家一起高呼 美女们好啊 虽如此阵型 依然丝毫不乱 三人磨磨蹭蹭地 走完了余下半圈 叹着气 朝二人的山头走来 顾飞和西腰五连连摇头 对九当哥真是要依赖到底了 连七月柳下烈烈这种对他们来说信手拈来的角色 他们也不轻举妄动 真是太淡定了 坐在山头的五人愁眉苦脸 算了 咱们能走到这一步 也算走运了 七月安慰几人 身为会长的他 对几方的实力倒是认得最轻 昨天战胜花丛中永生就够让人疑惑了 树林里奈出闹腾 多少姑娘伸出险境 最终都被对方放了一马 一次两次这样可以当作对方大意 几方运气 但从头到尾都在重复这种情况 谁都明白对方是没来真的 而今天和对九当哥 虽然有公子精英团以少胜多的战力为榜样 但现在几方分数落后 人数一百二十多倍的对方居然选择手势拖时间 这恐怕都是忌惮顾飞和西腰五 这两个过分强悍的存在 如果没这俩人 这一场早结束了 七月叹息着 这帮没出现的东西 西腰五指着对面的山头吗 这么多人居然还用这样的法子 真是太卑鄙 太无耻了 顾飞没跟着他怒斥泄愤 很冷静的询问柳夏 刚才转对方山头一圈 看到的情况 除了最外层有一圈弓箭手 之后都是以法师为主 柳夏说 360度的范围内都可以进行远程大范围的打击 看他们的法师人数 起码可以轰出一条30米宽的圆环法阵 弓手的话大概可以比法师的法阵 再延伸出30米的距离 但这指的是普通攻击 用到技能的话 狙击的距离比普通攻击要远 追踪使的距离要近些不一样 顾飞点了点头 对酒当歌的会长是法师 看来直接影响到这行会里的 法师配合水平都是相当高 从之前对顾飞的法术隔离 之后对顾飞吸咬五方圆数十米的大范围法阵 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我完成了法术吟唱 但在法术攻击前我死了 那我的法术还会继续攻击吗 顾飞突然问了一个很初级的问题 不会 柳夏回答他 官方的设定 法术攻击不属于物理现象 法术被吟唱出后 依然是受着法师的法力影响 所以如果释法者死亡 法术伤害会立刻跟着消失 不过附加效果还是会存在的 比如中了双雁闪之后的燃烧状态 哦 怎么办呀 快想个办法出来 喜耀武拍顾飞 我有个办法 顾飞望着几个姑娘 什么办法 几人问 顾飞如此这般一说 几人都在发愣 这行吗 我们计算一下 顾飞拔了根小棍 趴在地上 询问着几人一些相关数据 做起了算术题 没了长出口气 看起来差不多 赌一赌吧 私女点头 随即进行了一番收拾后 顾飞起身挥手 出发 方案四开始执行 五人下了山 绕着对方的山脚漫不经心的兜圈子 一边对山上进行着轿震 对酒当哥看来对这轿震已经完全适应了 也懒得还嘴 但弓箭手法师都已是严阵以待 五人绕着圈 渐行渐上 逐渐接近了对方弓箭手狙击的范围 对酒当哥只排了一圈弓箭手在最外围 这是目前游戏中大型团战经常采用的布阵方式 弓箭手在多职业混战中局限性非常大 他的攻击需要视野和通道 夹杂在人群中混战的话 这完全无法保证 起初有人进行交叉式站位 看起来似乎保证了弓箭手的 些许视野和攻击通道 但不久后就证明 这招并不高明 这样的布阵弓箭手的攻击范围 被局限在正前方 破解的方法简单至极 只要跑鞋式就行了 弓箭手如果追着鞋式前进的目标 调转弓头很快 就会发现自己对准的是自己伙伴的屁股 在还没想出解决之道前 直接把弓箭手扔前排 就成了最简单的法子 而对九当歌的招牌 显然也不是弓箭手 训练有素的法师法阵 才是他们的招牌 所以弓箭手也就是象征性的 排了一圈 这可是方案四 可以顺利执行的第一保证